我今天來稍微講一下怎麼打這個Freehand 其實Freehand打起來它不是一個很費力的方式 說得更精準一點它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靠一種比較輕巧的方式去打 並不是靠蠻力去打 不是說硬壓 而是它是用一種很快的來回的小動作去做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它沒有像小像中看起來好像很用力或幹嘛 它其實有一點點小技術在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練到很熟 但是我有一點點心得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對這個技巧有有興趣的人應該很清楚這個技巧的幾個大原則 就是它的它其實只有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下 一個動作就是下 其實看很多大師的教學 不管是Johnny Webb 或是Johnny Webb這種大師他們的一些描述 其實大同小異就是第一下就是 就是讓你的手落下 第二下讓你的手起來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看Johnny Webb的 他講的還蠻明顯的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做FREE HAND的時候 不是說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他已經把那個主要在驅動你的肌肉動法的 那個軸 那個支點 那個支點 那個支點放在 放在手軸上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他是這樣子動的 這樣子上下的 好 那麼 其實他 他的上下就是 這樣子上下而已 這一點明確 但是不緊握 其實左右手到底都一樣 對寸式到底都一樣 然後傳統式到底也一樣 我還沒有練得很熟 然後 其實我想分享的幾個小地方 有一點 就是 我接下來一點一點講好了 其中一件事就是 其實 其實並不是 其實他的兩聲 不管下去跟上來 並不是取決於在用了多少力氣 我自己比較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解釋 像是 我會講說是 你的鼓棒跑得那麼快 他的音量會相對大聲 像是你如果 這樣快 比 當然會比你最後一段放還大聲 或者是這樣 這樣比較大聲 這樣比較大聲 那你都慢慢的 音量就比較小 所以 我的意思是指 他的大小聲 其實 並不是用蠻力的 一來是我覺得是鼓棒的速度 二來是我覺得是鼓棒的高度 越高下去 當然也越大聲 總比音量太大聲 好 所以我們要記得一點就是 玩這種技巧 千萬不能靠門力 你一定要盡可能讓你的手放鬆 然後只有這個小動作 只有這個小動作 很輕鬆 是整個放鬆的 除非你真的很快 你如果 玩這個技巧 唯一有可能會 就是比較吃力 比較用力 的情況就是 你要很快的來回擺動這個 這個小的動作 小的動作 來回擺動 你如果要很快的話 才有可能會比較 僵硬 比較費力 不然你如果是慢的話 其實很輕鬆 其實沒有用什麼力氣 好 那 我要講的第一點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很用力氣的技術 好 再來 第二點就是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不要用力嘛 然後你看 我們往下的時候 鼓棒碰到鼓皮的高度是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繼續講講 第一下是 這個到這裡 這樣子碰出聲音 第二下是 這個到這裡 碰出聲音 也就是說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用 壓得太下面 你不用壓到這麼下面 你如果兩下要打均勻的話 因為其實沒有 沒有一定要壓這麼下面 而且 你如果質疑要壓到很下面的話 框的聲音會變得很明顯 應該是說比較難去藏框的聲音 所以 基本上對我而言 因為這邊拿的距離比較短 這邊拿的距離比較長 所以其實我不用壓得太下面 這邊 第二下 第二下要下去的那個高度就已經夠了 再來你第一下可能也沒有這麼大聲 那你第二下再大聲 再 再比它更大聲很多的話 其實 聽起來也可能沒有那麼均勻 不過看個人 我是覺得 不用壓到這麼低 好 一來 就是我剛才講的 不用壓到 不用 不用硬勢壓到這麼低 不然的話你很長 你要是一面 就會出現那種聲音 就會出現那種聲音 好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他們那個 你可能看別人的教學 或者是怎麼樣 他都會告訴你說 你先把框的聲音 就是你要先 想辦法把框的聲音藏起來 好 那關於這一點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 一開始 並不一定要 學著把框藏起來 我覺得 把框的聲音藏起來 那個是其次 那個 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它不是我們 優先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優先要做的事情是 你在這樣上下擺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明確的兩個 鼓鼻聲 如果你有一點框這樣 我覺得還不是那麼要緊 因為這個 其實跟你的熟悉度 還有你的對 對它整個狀況的 掌握有關 我是覺得 練久了 自然而然 這個聲音就會 比較小聲 好 所以 其實我們只要 兩個很明確的 鼓鼻聲 就可以了 就是有兩個很明確的鼓鼻聲 就是有兩個很明確的鼓鼻聲 我就覺得成功七成以上了 好 再來就是 再來另外一個我覺得 蠻重要的要點就是 我認為這種東西 我們先用 我們先讓它 有樣子出來 我們再考慮它 夠不夠大聲 我的意思是指 如果是我的話 我非常不熟悉這個技巧的話 我要去學它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用 梗琴非常輕的方式 去學怎麼放鬆 所以 我在 我可能做這個 我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我可能會 可能假設我這個練習 可能要很快 像是這種速度的時候 我可能會先從輕的開始 我不講究它的音色 我不講 不是不講究它的音色 應該說 我不講究它 是不是它的小聲 我可能會先從這樣開始 我會習慣從這種 很輕微 很輕鬆 很 很輕巧的方式去熟悉 誒 我知道 鼓棒是怎麼在鼓皮上彈跳 我覺得知道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它是怎麼跳的 因為 你如果沒有辦法去 用身體 用你的手去 感覺 去 去試著習慣 試著明白你的鼓棒是怎麼跳的話 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去追求大聲 你去追求 大幅度的動作的時候 我是覺得 會有一些瓶頸啦 之後會有一些瓶頸 或者是你會有一些盲點存在 你會覺得說 就是會常出現這種問題 就是會常出現這種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的 建議是從小莉的先開始 你要覺得你好像在摸鼓皮喔 但是 雖然說是摸鼓皮 這麼輕的形容 但是 你的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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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要很明確 都還是要很明確 甚至這樣我也不反對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就是你可以放很慢 去感受一下 鼓棒它 就是 因為 平時打快我們更不會去在意 鼓棒怎麼動 甚至是說 你沒有那個心力 或者是 你的思維跟不上 你的鼓棒的速度 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鼓棒怎麼動 所以我比較建議是 如果你對一個 一個技巧很陌生的話 我的建議是從 慢速然後去體會 鼓棒到底要怎麼動 你只要知道鼓棒怎麼動 其實 你就可以 不用花多餘的力氣 去做一些無謂的控制 所以我的建議是 捏這個 可以先從很輕的動作 很輕很慢的動作去捏 然後當你出現一些 出現一些錯誤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容易去察覺 為什麼 我的手到底是怎麼動 所以才發生這個錯誤 如果我的手 這邊有點比較僵硬 或者是這邊比較 比較硬的下去的話 就會出現這個聲音 然後你就可以 自己再上去check 去重新去試 去學習 你就會發現 其實 好 其實這個動作 其實 這個動作 很像是 這個一起下去 然後有點像是 這樣子 這樣子 我自己感覺 每個感覺不一樣 那個Johnny Rap 他是講說 就是 這個整個是 平平的下去 然後下去 上來 平平的下去 然後彈上來 上來 回到原位 平平下去上來 回到原位 我個人是覺得 我在打的時候 有點像是重心在這裡 然後 他掉下去 重心在這裡 這樣 整個過程 我會覺得重心是在這裡 好 再來啊 我覺得 匡的聲音 匡的聲音 不用搶求 一定要把它收得很乾淨 但是 你要知道的是 也不是說他不能這麼的放肆 讓它不乾淨 我的意思是指 你如果 常常會出現這些亂七八糟的聲音 就不太好 但是如果是這種 你確定 我的手腕已經是放鬆了 然後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覺得敲到這個很硬的時候 像是這種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原因是 原因是 那個 如果你想 現在是放不下來的時候 是這樣聽答案 敲到框門很明顯 就是你如果很乾淨這樣 相對乾淨 沒有很乾淨 比較髒是這樣 但你如果 小線上上去 其實框的聲音 如果你的框的聲音 是很小的 全部會被小線吃掉 就會變這樣 我剛才要示範打這個 但是吃不住 其實這個是 剛才練得比較多 會敲到框的聲音 如果 比較沒有敲到框的聲音 是這樣子 好 就是這個樣子 以上幾個 是我在練這個東西的 一點 小心得 然後 其實還有一些 比較進階的心得 像是 我覺得 因為這個東西 我也沒有練 太久 然後 我覺得我自己 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像是 我沒有辦法 很 我沒有辦法把它 很本人式的拿來 用在我自己的 演奏 或者是 一些表現上 然後我覺得 這是我應該要 更努力去追求的方向 然後 我在練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你如果要把它拿來做 就是搭配到演奏上去使用的時候 我有一個建議就是 你試著去 邊數拍 或者是另外一隻手邊做一個固定節奏 去練這個東西 好 假設我會把 其實我左右手都有練 都有練 prehand 因為 我練左手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右手比較 我右手比較靈巧 我想去做一些 我想去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節奏 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像是我可能 嗯 對 好 沒關係 講回來 我是覺得 有一個練起 是有用的 像是我手打八分音波 然後 右手打八分音波 左手做 freehand 十六分音波 這是一種 然後 再來 就是反拍 就是 也不是反拍 就是 就是上來的這點 對方的音波 好 不然的話就是像 有更走火入魔的就是 左手是做十六分音符嘛 然後我去對 我去對十連音的第一點 或者第二 或者第三 或者第四 或者一二 一三 一四 二三 二四 這種點 我以前有這樣練啊 所以像是這樣 類似這種 然後把它練快一點 你就可以做一點 右手就可以做一些動作 像是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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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像 Clave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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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些方向 因為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 我希望我的左手可以鋪一個很綿密的底 然後我右手可以做一些很明確 簡單 比較簡單明確的一些了 跟ے 去讓整個聲音變得比較豐富 然後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左腳也排數下去 去練,去練freehand 然後我最近還有一個自己在做練習 還不熟吧,而且打很慢 就是可能就是做六零的freehand 因為我後來發覺,我聲音如果要做綿密的話 然後我在可能大概八十到一百,或者一百一百二 這個速度區間 我如果用十六分音符去做 我覺得不夠綿密 所以我會比較想要能夠讓點多一點 我就會拍回去練六零 還沒練熟啦,但是就是讓大家一個一個一個發響的方向 大概就是這樣啦 記得原則上就是 這邊都放鬆 這邊都放鬆 然後以這個為之點去做 這樣子的動作 你要這樣子也好 你要得四、要法四、要參與四都好 道理都一樣 就是這邊是字點 所以就是記得 我再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下去的時候 平平的下去,我會想像中心在這裡 這樣下去 然後記得 這個不用 你不用想說一定要很下去 不用,其實 碰到以後就可以了 你就算碰到 你就算碰到要停的 你碰到要停的 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夠下去了 就已經夠了 就已經夠了 就已經夠你 打起來了 所以 不要壓它下去 不然的話很容易有這種雜聲 然後再來就是 放輕鬆 然後我們先感受鼓棒怎麼放 甚至你放很輕鬆 你整個放 人很放空也可以 就這樣 你要這樣也可以啦 你要這樣 你要隨便打也可以 我這隨便打我會沒有 就我只是 很輕鬆的一直做這樣的動作的來回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對於 Breadhands的心得 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然後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來玩玩這個東西 然後來互相交流一下 因為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其實 有一點 有一點不務正業啊 我都會念這些有的沒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 問題 或者是一些想法 想要討論的話 那我們就 那我們可以 就是 在討論區啊 或幹嘛 可以稍微 彼此聊一下 聊一下彼此的 心得 想法 還有一些 覺得怎麼樣 感覺比較好 面對 在討論區 有些人 在討論區 有些人 在討論區 在討論區 有些人 在討論區 有些人 在討論區